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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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真的笑到 好像是怎麼這麼漂亮 顏色很精彩 跟日本完全不一樣 他是來自日本大阪的攝影師 剛本校 愛看侯孝賢電影的他 六年前決定踏上嚮往的台灣 而落腳的第一站 就是電影《猛甲》的所在地萬華 拍它的時候 因為它是很高的地方 所以我用很長的鏡頭 而且底便機很難對焦的 然而剛來到台灣時截然一身 只拿著一台相機到異地 找尋新的方向 剛本校遊走街頭 一度失去自我 萬華的街景也跟剛本校 當時的心境融合在一起 我當在萬華當流浪漢的時候 有一天我真的沒辦法連來 有一天晚上突然流眼淚 我沒辦法停下來 一直哭 然後一邊走路 吃冰冰跟晚上睡 但是我流眼淚的時候 我看到的夜景非常漂亮 我覺得非常浪漫 後來我開始拍的時候 這樣的風格是有一點霧霧的 對 這個風格是我流眼淚的時候看到的 西門町跟龍山寺的夜景 除了龍山寺等廟宇的傳統建築外 老蒙甲的廟會風情 都成了剛本校眼中最獨特的攝影題材 而當時一無所有的他 被周遭萬華人的友善與熱情給瞬間融化 我在萬華的時候 那邊的年輕人還有老人 很多人跟我聊天了 這件事情是非常簡單的事 但是那時候我非常孤單 很孤單 所以他們給我的東西 他們對我的態度我非常感動 我想要留下來這個感動的感覺 所以一張一張有回憶 如果我用數位相機的話 數位相機的話 隨便拍 一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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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馬上上調 但是用底片機的話 一張一張都有回憶跟感覺 可以留下來我想要的 我想要留下來的 簡單來說 我的翻譯說法也是靈魂的 這裡的人情給他溫暖 也讓他有了全新的生命力量 對台灣充滿感激的剛本校 在從事演繹工作的同時 偶然接觸到公益帶用課程的機會 亦不容辭遠赴花蓮 教導偏鄉國小學生 怎麼樣透過相機來記錄生活 我帶了很多台相機了 大概20台左右 他們非常喜歡一起玩 老師 老師 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要拍 老師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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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怎麼樣 對 很可愛 對我的態度感覺非常好 我真的有一點感動 喜歡台灣 來到台灣與這裡的人事物 結下善美的姻緣 也讓剛本校從此找到自己的心 將持續用影像 記錄心中的美好 回饋給這一片 讓他深受感動的地方 我在日本的時候 這邊什麼都沒有很孤單的感覺 但是來台灣之後 但是那時候 我重新開始思考 所以開始面對自己 所以很多人在台灣也幫助 對 所以我來台灣之後 終於開始拿到自己 對自己非常重要的部分 人間衛視陳奕萱 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要找到自己 對 對 對